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丙子以为以丑假生 这个提问者他就说 这个八字在去年 就是几亥年问的 他就说 他这边戊戌 他是丑未戌三行 丑未戌三行来说一般 所验证的是身体不好 或者是容易跟人家出问题 可是他这个八字却没有这一种特点 反而还发了点小财 发了点小财 他就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会这样 三行不是不好吗 怎么会是这一种特点呢 各位 很多人就是跟当事人一样的一个状况 他就是很喜欢三合三会 三行 六行这一些有的没有的 他总是喜欢在这里面 就是怎样 套上去而已 也就是说用术语在这边套 可是八字来讲 他很明显的不是术语批命 我们来看说 他在这一边 他在戊戌年的时候 他到底会怎样 我们先来看天干 天干的话 我们可以很知道 甲乙木马 去生丙丁火 去生戊土 所以在这一年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他的一个天干的财运 其实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他的地支 我们可以看他的地支 你有没有看到 他突然就是旭 他是这样的一个排列 他是这样的一个排列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 好像不太一样 很像不太一样 就是说 怎么变成是一个连旭相生 你看旭 谓 丑 对不对 巨生生 酉金 然后最后生到子水 排列组合怎么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连带的 他的官运 也不错 因为他本来这个运程里面 他就是两官了 所以他官运很好 天干财运很好 地支 你看一二 这时候再送他一个 也就是说 他从原来的一官两官 到这边 一二三 所以他当然在这个年的时候 各位 他的财运比往年要好很多 所以在八字里面 我们 所看的是他一个五行流通后的一个状况 不是 三官见官 官杀混杂 三行 三会三合 这时候 这时候就有人跟你说 因为他三会 生有序三会 他三会 他是成什么 他成金局 成金局 来讲的话 各位他把他当作是深墙 你看 这个都很好 所以他走 他走的是官运 当然他会变好 对不对 当然 对 当然 他自己编的 可是实际上 各位 这些都是事后 我一直在跟各位讲 就是说 你们在看的时候 请你们看五行深刻的一个增减状况 两表姐 五行深刻 这种八字其实来讲 我们就不要讲了 我们就讲说他今年就好了 庚子 他今年会怎样 以庚和 贾木深 丙丁火 所以他少掉了一个人际关系 他又少掉了什么 他就变这样 天干就贾木深丙丁火 地支呢 职丑河 对不对 少掉了 他剩下什么 丑土 深深有金 连子水都没有 也就是说他贵人运也不见了 他的财运也少了 他的财运也少 他是剩下位 不是剩下 所以各位就从这一边 你就可以发现到 他今年的财运 会不会好 不会 跟去年比 去年几亥 对不对 最起码还两个土 结果今年剩下一个土 还比去年糟糕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戊虚年 几亥年 庚子年 他的财运是一年不如一年 这样子下来的 今年还比去年更差 所以各位这个是什么 我们看的是什么 五行的增减状况 而非什么 三合三会 这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所以各位 我们在看的是流通 这一些 没有 我们没有在看的东西 都不予拿进来 因为 在实际的批论 就会产生 像这个提问者一样的问题 应该不好的 怎么出现好 这时候你再事后解释 各位 在未来 在未来 是不是 又没办法解释 所以各位不要玩这种文字游戏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